今天来玩什么呢 今天来玩荒野斗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打这个 天选之战 我认为我是从哪个这个角色 因为我在线下的时候呢 我有测试用科尔特 他是非常 打不着就打不着了 然后呢我就拿另外一个 需要瞄准的角色 也是不错 只有对面这个角色就有点恶心 这角色 怎么打呀这角色 对面这角色 怎么说变态呀这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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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就是一笔嘎巴鞋 这这就非常难受 就能绝对被跪在地道 你看 因为粘到一下子就 一千多啊 是非常猛的 然后我们要在两分钟 这种 很少的时间内要打败 他是非常难的 那我就有点捣蛋出去 给我们炸他一下 把他这个伤害要弄高一点 主要在这角色 对面这角色是真的肥 然后又很难打很陋 要跟他玩拉扯也很难 因为他拉扯比我们更强 丢这里 哎呀我的队友 丢过去 我觉得给揪大招了 应该可以单杀了这角色 这局呢我们是顺利拿下对面的这个 史莱姆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近战无敌的霸子 近战霸子 我认为霸子在这里怎么说呢 如果他帮天选之人的话 他是很强的 只是说如果他是打这种天选之人 我认为嘛 因为就算你是战很强的 你也很难打赢 这种伤害高的 然后又远程的是不是 嗯 现在我认为 比较难吧 这里的话呢 我是跟着小罗玩消耗的 玩消耗比较好吧 对我来说 这里的话我们 要跟小罗打 你不可以跟他硬钢啊 因为小罗实在是 一倍 你只要一倍动住啊 我跟你说 你就直接原地裂开了 他声音有点好笑 你看 他仅仅用了一发子弹 那个把我打弹 是非常猛的 这小罗 但我认为呢 天选之战 克特还是很强的 因为 如果克特当天选之人 怎么说呢 我线下测试的时候呢 这个对面玩的是克特 非常猛 过来一个雷霆嘎巴拳 那个把我带走 很猛 这里的话呢 我认为这局是很简单 肯定还带走这小罗了 好了 两局啊 我也 我单杀了这小罗 嗯 然后 如果是本期视频 记得留言 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